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借用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 或是借用我们生活环境 跟我们相关的 不管人事物或是其他活动什么的 那它都可以被转变成为 我们所称的文化商品 那上礼拜有提过几种方式 等一下可以看这些方式的一些案例 比如说我们最常使用到 就是图像形态的转换 比如说之前请各位 之前各位都做过基隆毫物 那基隆毫物你们都用什么来做 来做图像的转换 不是软体 是用什么 讲到基隆我们就用想到什么 基隆泡牌 那个叫做运河吧 老鹰 码头 下雨 下雨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异象 那所以异象转换是最容易的 那像这个是林家花园的花床 那大家知道这个花床是代表什么意思 銅 钱币嘛 所以钱币它本身被运用在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转化你过的符号 那它被应用在林家花园建筑里面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再重复去利用它 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像这一类型所谓符号的转换 它是最直接而且可以让大家去理解的事情 那像这个花床也是一样 这个花床也是林家花园的花床 那它本身的窗户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但是你可以把它转换到其他的商品里面 那当然我有提到说其实 所有文章商品它有一些目的器 就是你不会无缘无故就随便拿一个图像来使用 那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设计竞赛 它就是新北市的设计竞赛 那我去过林家花园 林家花园在哪 林家花园在哪 林家花园 在板桥 板桥林家花园 所以它就是新北市的地标 或者是新北市的观光景点 那你自然而然可以用这个建筑 或是这个林园里面的元素 来做所谓新北市的文状商品 所以有些 还有一种形态是我们会取决一些 符号以外之外的一些意义 那大家都知道 宜蘭的名产是什么 蓝星葱 蓝星葱嘛 牛舌柄 鸭伞也是 蚊犬 蚊犬 所以我们联想到一个地方 它有很多的产物 或是有很多很直接的东西 是我们可以去使用的 所以像 蔥 蔥 三星蔥当然大家都觉得它是食物 可是如果大家在想 它可以转换成文创商品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用到它的一些 所以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形态上转换 我们还会取它的含义 那当然在中国文字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像 蔥 蔥名 我们就可以用蔥去代替 因为它有谐音字 或者是它有类似的发音 所以用三星蔥这个在地的元素 但是又把它设计成文具商品 那这个文具商品 除了长得像蔥之外 你还可以 比如说你要送给小朋友 他要考试了 或是祝福别人 希望他考试可以考好一点 就可以送他这些 那除了用到蔥之外 我们就用到 蔥名这个含义 所以其实 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在地的元素 是可以被重新去转换或是使用的 那还有一种方式是 取用在地的文化工艺技术 或是在地的产业的技术 那像我们这一次有同学做蓝蓝 那蓝蓝在三峡 三峡其实就有蛮大的一个蓝蓝聚集地 那其实在第一堂课就有跟各位讲 其实台湾很多地方产业是所谓因地制宜 就是它在那个地方有 有好的环境 那像三峡的地方是因为它那地方有运河 那我们都知道 揽布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水嘛 那所以就在那个 在那个河床的旁边就开始有这个产业 它可以就地取到 取到很清洁的水 或是就地可以使用这个水 而且那个河它还同时具有 在运这个货物的功能 所以你拦好这些屁股或是这些布料 就可以透过三峡那边的河运到 当时是可以用到从万华 或是大道成那一带再把它出口推出去 所以就等于说它不只是一个地方公里 它还是跟环境或是人文环境或是地理环境相关的 那所以有一部分我们所谓的文创商品 我们会去借用 或是我们会再重新去思考 可能现在不被大家使用的一些技术 或是即将消失的技术 那我们会再把它取得到 有点线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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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